啊 原本都不打算再拍片了 嗯 但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 這個新書發佈會 就改了由10月16號 到10月3號 我想你們之前填了forum的都 應該受到通知了 嗯 地點啊 時間啊 那些都更新了 我想我去完這個發佈會 就是見面會之後 才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講些什麼 就是有些你們很想聽到的東西 接著呢 就是兩道戲肉 我真的想和大家分享的部分 話說最近呢 我很久都沒有追過劇集了 對上很多劇集我是覺得很好看的 就是這個《來自星星的你》 那幾年前這套神劇 應該是2014年的 那呢 現在我 就是計這個《來自星星的你》 的另一個我覺得高峰位 就是我是覺得看得瘋了一線的 是一套網劇來的 是大陸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反正它還沒有連載完的 我大致上說一下劇情 其實它最令人覺得 誇張地好看的就是劇情 就是它說了兩個 純愛戰士 戀愛佬 但是已經是中年 就是受盡這個人生的 不幸的毒打 社會的游輪 那所有東西混在一起 就是你已經是千瘡百孔的 那兩個人 但是仍然都對 就是對很多事情都很有感情 很多的 很多的愛 人生還是 是的 那 事緣就是一個女人 那她就和她前夫 就離了婚 那她前夫要她 靜身出戶 不斷搞外遇 搞其他女人 然後那個女人 就帶兒子走了 然後就去到一間公司 那裡打工 那剛巧這個老闆 就是她以前 中學同學來的 那還要這個 老闆是以前暗戀她 就是她一個好像 校花斑花的東西 那那個老闆 其實都還是對她 很有意思 那老闆是沒有結婚的 那就 經常想給很多機會 這個女人 你上位 但是這個女人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 她 是很把持的 就是正常的女人 我覺得會 你喜歡我 我是你以前的八月光 我就 就是 讓你上位 然後我就可以上位 或者做你老婆 做老闆娘 但是她沒有這樣 她是 就是 繼續在公司做清潔 然後 放工的時候 去送外賣 做兩間不同的外賣 就是不斷送 然後她有一次 被一個男人 老闆發現了 老闆就問她 說 你為什麼要去送外賣 你是不是很不夠錢用 不如我給你錢 就是我升職 我給你做經理 那你就不用眼神 她說 不是啊不是啊 我喜歡降末啊 我不喜歡 整天悶啊 放了工沒有工作 兒子現在又大幹 不用我照顧了 總之她就不想人家擔心她 維持了這一段的日子 都很久 在那邊當然 發生了很多事 那 去到有一次 就是現在她 連載的那一集 就是十分之 我想我看了有沒有30次 就是那一集 就是 突然有一天 一個老闆被人抓了 那就是她 這個女人的前夫呢 就知道這個女人過得很好 又有個人照著她 接著就去 舉報這個老闆呢 類似是 一些數目 做假象有問題 洗黑錢 就不用了 那她一下 因為她被她前夫 舉報了太多次 這個男人 那她就總之被人扣留了 那接著呢 這個女人來 跟她對話 就是類似就是 幫她在公司 不知道哪裡 去那裡 打開那個隔晚 拿回公司資料 給那些警察 那接著呢 那個女人就不斷問 那個老闆 就說 就是 你裡面有沒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不如我幫你消衛她 不要被人做證據 做你 那她說 我公司向來都很清白 其實什麼都沒有 那個隔晚呢 也都沒有任何公司的文件 裡面全部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啊 講到這裡已經受不了了 接著呢 她說 那個生日的 即隔晚那個 密碼就是你生日期 接著呢 那些警察就跟這個女人 走了去公司 開那個隔晚 一開呢 其實裡面是整個 的A科紙 A科紙上面 全部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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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字 都是寫了這個女人的名字 接著那個女... 警察都很驚訝 看到整個 一個老闆的隔晚裡面 是寫了一個女人的名字 用手不停寫 總之寫滿了幾張的A科紙 接著那個女人就 再回去問那個老闆 在那個區樓室那裡 就問他 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你寫了我的名字 這麼多次 他說 因為以前讀書的時候 你暗戀著你前夫 那你就罰我 就是叫我去幫你抄你前夫的名字 一千次 因為你說 如果能夠抄到這個人的名字 一千次 這個人就會愛上自己 接著我就不斷幫你抄你前夫的名字 但是我不想你們兩個在一起 所以我特意抄了幾次 他說 希望你不會怪我 接著我再暗地裡 偷偷地把你的名字抄了超過一千次 抄完之後我就一直收起來 最後就放開我的隔板到現在 這樣 那... 我知道你們覺得 這個劇情很白癡 但是他真的拍得很好 接著那個女人就很感動 就說 不如我們相愛 這樣 這一集我就看了一部很限次 因為他不是一下子 他是很多的鋪墊 整套劇 去到這一刻是爆炸式 你會覺得太感動了 就是兩個受個毒打的人 就是... 在警罐那裡說這些話 嗯... 是啊 總之就很好看這一套的網劇 拍得相當之好 就是很業餘的 但是他的劇情 張力 鋪墊是做得相當之好 那... 我真的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這套劇 反正我只懂得找一條連結出來 一直追下去看 還沒完 因為現在那個老闆被人抓了 還沒放出來 我發覺最... 人最吸引的位置 就是... 當你千瘡百孔 被這個社會毒打了你 不知道多少次之後 真的捱到不得了的時候 你還可以有赤子之心 你還可以是個人有很多愛 你還可以很... 就是... 對人有熱情啊 對你生活啊 對所有事情啊 都還是... 有你很... 純... 那一年啊 對 因為現在是很少有 現在是連年輕人都沒有什麼 你更何況兩個已經人到中年 就是40歲這樣 都... 就是... 還可以去... 這樣傷害 這個真是忍不住用打粉 因為我覺得真是好看 哎...整個人都上了頭 因為現在如果你看到大陸的文化風氣 就是... 譬如你去到雙體 雙體其實不是找真愛 真愛是不用雙體的 雙體就是你去雙親國的公園 像浪衣夾一樣夾著一張紙 講完條件幾歲 有沒有生過小朋友 男的幾套房幾套車 要個女人要年輕自己的一年 女的就是... 就是... 丟掉自己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在一個... 交配 就像中間市場一樣 是很恐怖的 就是... 可能... 你不要以為這些人年紀很大 可能都在三十歲以下 二十多歲 已經是用這個條件式去... 去... 去交換 而且是活動的 很多人都是通過雙體啊 或者機構啊 他們所謂的對對碰啊 然後就去結婚 然後產生很多很多問題 因為我覺得中國人 中國式的那種婚姻呢 就是... 完全地是基於條件 我不是不讓你喜歡聰明的人 就是... 完全地... 總之我的條件大家相約 然後就在一起 就是... 就是... 好像盲分瓦架一樣 硬硬的嘛 結婚 然後同床 然後就... 我生小朋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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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不過大陸是做得特別明顯 就是... 就是... 不會有一塊遮醜布的意思 就是... 當我看到...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劇情 我就覺得很動用 我覺得是... 你說... 在年輕人裏面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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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死去活來 那是很容易的 那種熱情 就是你未受過毒打的時候 或者你沒有任何感情創傷 你去... 說所謂好愛好愛 其實這件事是很廉價的 但是當你受到很多的毒打 當你是... 經歷了很多的失敗 然後你還可以做純愛戰士 還可以漠視一切 這樣... 唉... 真的太難了 我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寫過... 你不會寫他的名字嗎 會寫... 他的名字我寫過幾百遍 美麗... 你要我寫什麼呀 寫成了他的名字啊 我實在寫不動了 你幫我把剩下的八百遍寫吧 啊... 八百遍 幹嘛要寫他的名字這麼多遍 當然是為了在一起啊 我昨天看電視上說 只要把一個人的名字寫過一千遍 兩個人就是相愛 拜託美麗 這名線就是騙人的 你相信這種事啊 唉呀... 其實我也不信 所以剩下的你幫我寫完得了 行 只要你別沒腦子 要信這種事就行 我幫你寫 其實我猜到了 對不起 明磊 都怪我 不怪你 都是成亮 之前他也沒想要舉報我 只不過這次剛好趕大閃查了 那... 那這次怎麼辦呀 他們是不是快查到那個風險箱了 明磊 裡面是不是有不好的東西啊 要不我... 我回去幫你消火掉吧 不用美麗 裡面就是我的一些森物品 如果他們必須要看的話 你就打給他們看吧 你哪是你的生日啊 你哪是你的生日啊 你這就做了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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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就做了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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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